老哥 我走了啊 你在哪啊 我不跟你说了吗 我在回娘娘待一段时间 住一段时间 怎么意思啊 你这才回忆多长时间啊 啊 我想再回去一趟啊 再住两天啊 走走回去吧 啊 我也起了 有事你就给我打电话啊 嗯 我也起了 起了干啥啊 送我啊 你躺着吧 也不用你送 你起了点 没意思你不 找衣服 找衣服干什么 啊 干啥呀 我出去啊 去哪啊 我在家里不出去 我怎么一走你就要出去啊 对呀 你走了家了 没人管了 你回家一个月 你说你回去多趟家 啊 你就知道好几天 这刚来家几天 两天三天 这又就要回家 不是我回家怎么了 你回家家里面都管 我是你保姆啊 我听天的呀 对 你不是保姆啊 反正朋友给我介绍这个保姆 我现在去看看 哎呀妈呀 你可能不能别逗啊 你挣了点工资 你还顾个保姆啊 也就我愿意给他 收拾收拾卫生吧 没人那时候 跑去亲戚 反正之后 也没这么胡啊 就说 你不用 也给他吃半钱 两千块钱就行了 反正就是 过来到时候 帮我叔叔家 帮我洗洗衣服 做做饭 两千块钱啊 这么便宜啊 啊 啊 你真的闹人 还大学生呢 啊 你别跟着胡说八道 大学生两千块钱 人家当保姆啊 他对家没什么事 条件挺好的 主要是怎么 想出来体验一下生活 没什么事 那怎么 那怎么 家条件好 还出来搭保姆啊 这 就有朋友嘛 没什么事 这样是也放心 然后就 介绍过 上班干了也不放心 就说 正好 我 我不是 家民俗 什么 你们人给我做饭吗 台湾民事馆 他来了 你怎么还跟着 包吃包住啊 啊 啊 包吃包住住哪啊 住家 住家里边 哪有地方住啊 啊 没事 不要紧 挺年轻的 也不是岁数太大 没事 你年轻还 我 啥是挺年轻 我都没听明白啥意思啊 没有 长得咋样 长得漂亮 挺年轻的还漂亮 啊 还大费事 给两千块钱 啊 啊 包摩 啊 啊 不是包 不是说的 什么包 就是现在的那么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朋友帮忙 朋友帮忙 啊 哎呦我 怎么呢 我这家你怎么不找来帮忙 我怎么能找来帮忙 你这下比如我 你走 你看这又走正好 就回家 又得住时间不短 帮帮帮帮帮 不能帮政上的啊 不能想象一个事 你觉得太丰富了 哎呀我想要丰富 是不是想要丰富吗 嗯 是不是想要丰富吗 怎么 哎呦我妈呀 打得挺好啊 你是找保姆 找帮忙的还是 还是找夏夏在那儿啊 哎呀干什么 你回去 回家吧 走吧 你不走了呢 你走了 回家吧 你看你都 都多少天没回家了 哎呀 回家吧 你想要是 你又能回家住 对不对 你想得美吗你 对咋啦 你想得美 喝喝抽饼你 我做饭你 我干啥我饿了 你走不回家吧 又不就 你饿不饿 餿不饿 我饿不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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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饿不饿不饿 要不你回家 我叫他过来 晚上给我盖 我做的好事 你不愿意吃 我做的排骨吗 不得没事吃 外面 外面就不行 万一你吃辣度了怎么办 不是有这个得适不适用